图14显示一个长方体 然后它告诉你KLMM的面积是49CM2 KLMM这一边的面积是49CM2 然后它要以CM3为单位计算这个长方体的体积 我们知道就是说长方体的体积呢 它可以是什么呢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那个体积呢 是长层宽层高 OK等于长层宽再乘以高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个长方体呢 这个是我的长 这个是我的宽 然后这个是我的高 然后我可以发现到就是说 它拿它的长跟它的高 乘了这个面积 所以我长跟高合起来变成面积 所以它其实会变成面积 所以它的面积是49CM2 然后它的宽是9CM 所以在这边我就拿49乘9 9981 9436 然后就441 所以它答案是441CM3 OK 所以长方体的体积是441CM3 OK 好 其实刚刚刚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的 就是说我知道呢 长方体的那个体积呢 就是说Volume of Cubot OK我拿很多写了 它是那个面积 乘以高 然后可是我现在这个 它是面积 这个不是高啊 但是我想象我把这个东西站上来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长方体就变成这样 的一个长方体 然后我这一边是KLMM OK 然后它高就变成6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就直接49CM2 再乘以9CM 然后拿到答案是441CM3